第八里双施命案 施灵地检署上午提训再压的谢一涵 将案件已审施灵地院 而经过抽签之后 法官蔡志鸿审理 决定谢一涵到底是要施压还是交保 不过法界人士认为谢一涵涉嫌强盗杀人 重大案件并且有逃亡之余 因此法院施压的可能性比较大 把一头长发绑起来 谢一涵戴着口罩眼睛从球车走下来 不发抑郁 施灵地检署一大早提训谢一涵 比对3月6号移送后 在女子看守所待了一个多月 提训时特意把脸遮住 或许不想让人看到日渐销售的脸庞 巴黎创杀相关卷证和谢一涵疑神法院 将决定是否积压或是交保 不过法界认为谢一涵企图轻生 涉嫌强盗杀人重罪 有逃亡串阵之余 推测续压可能性大 谢一涵积压不到两个月 检方12号征结起诉 以强盗杀人窃盗诈欺 伪造文书和伤害下重化 要求处严厉之刑 最主要掌握到证据 包括案发前到诊所拿了21颗安眠药 皇称母亲过世 去年底还陆续盗里 陈静福张翠平的存款珠宝 甚至引发杀鸡 虽然找到凶刀 没有血迹指纹 不过经过谢一涵指认 这场洪树林找到的头发激震 谢一涵坦诚一人犯案 就要由行六庭组成一个何一庭 来审理这个案子 那等一下何一庭会先做月券 然后到时候再来进行被告的讯问程序 决定是否要积压被告谢一涵与否 法院抽签结果 由法官蔡志鸿审审理 预计最快下午就会开庭 决定谢一涵可以交保 还是序压 厘清更多相关案情 这是杨中盛杨荣 A3G小组台报道